Hello,大家好,我是桑老师 前两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发了一发电子聚会卡 说40块,剪发三次 我一想挺话算的,就兴了他的鞋,然后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一进去我就遇到了灵魂三尊 先生剪发吗?办不办卡呀? 想要造型师创意师还是设计总监? 嗯,我就想剪个头发,要不就追击大妈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Gentlemen 跟Tony老师使了个眼色 在那个瞬间,单纯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面临上 然后洗完头以后呢,Tony老师就跟我聊天 问我,几岁了?在哪工作呀?之前烫我头吗? 想念什么造型啊?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年轻啊,然后又告诉他 我在互联网大厂呆过,就让他产生了一种 我很有钱但是很好忽悠的错觉 于是乎,他开始否定我简单修一修的想法 说我,头发少,头发塌,头发分叉又暗雅 烫发为佳打发辣,铁定帅气,人人夸 我看着他手臂上的刺青深深的怀疑 他主角到底是不是个rapper 连推销都费得什么skr,就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好可话 但是,他的确说服了我 我信他的企业决定,这个烫头试试 结果,乌烫故知道,一烫吓一跳 这个最便宜的药水都要900拉 稍微好一点就要1500块钱以上 你他们怎么抢呢,对吧 Tony老师告诉我,他们主打的是高端美发 所以会,这就很有意思啊 那这就好比说,你帮我治便秘 你收了我2万块钱大洋 然后给了我一张金子做的手指 然后告诉我,加油,使劲拉 只有拉出屎来,你这2万块才没有白花椅 于是乎,平常的我打消了唱头的念头 但是一不小心又信了他的鞋 让他去那个小黑屋里面做了免费的投币检测 我觉得他们那个小黑屋很像 德文社的VIPC,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一个Tony,还有个Danny 他们一个捧疼,一个豆腐 拿了头皮剪刀器,在我脑袋瓜子上晃了 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 只有1根头发的芒芒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我要掉头发了 然后呢,突然又发现了一个 没有洗干净的头皮屑,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要完蛋了 然后再突然又发现了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红肿的头皮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要偷头了 那,总而言之 在那一刻,本来头发就不多了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那我是怎么走出来呢 就是我在看到架木表的时候 当我发现一个疗程的头皮检测 和头皮护理居然要整整2500大阳的时候 我顿时就明白了 我的头皮根本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健康得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有一边护理一边听完了 谢顶的二叔 脱发的表妹 直发的表弟 和半完卡后 就直接晋升区长夫人的老姨 那我一边听一边哭 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多么的感动 只是因为 给我护理的这师傅 他手机实在是太这么大了 真的就好 护理完第二次照头皮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有些毛囊里面 已经没有头发了 在那一刻我竟然分不清我脸颊上 流下来的水就是我的泪水 还是洗完头以后没擦干的洗头水 最后 淘宁老师给我抹了点发辣 打了点发焦 那做了现在这个造型 我刚看了眼表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三个小时以后我就要睡觉 还要 再洗一遍头 所以说我打开相机 记住下这个只能存活大概三个小时的造型 那并且分享到B站上 希望大家 因以为戒 哈哈哈 以后 在遇到理发套路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定要大声喊出下面这句话 药权没有 药面 野餐凉的不给 OK 我是不加秀兰酸 我们下期见 commencer 这换 partners 要都放得ope 一张 吃 咻